距離大選只剩9天 特朗普到搖擺周身 漢堡12周拉票 全國星期六新增近8萬4千宗病例 是自疫情年初爆發以來最高 特朗普就重申是因為美國的檢測量 灌絕全球 他又不妨評擊對手拜登的防疫政策 與此同時 白宮爆發新一波感染 微媒引述消息說 副總統彭斯的辦公室 至少有5個職員確診 包括莫療長超特 彭斯最新的病毒檢測呈陰性 獲白宮醫生批准繼續行程 他星期日按既定的行程到北卡羅來納州拉票 至於白宮莫療長梅多斯 接受美國友善新聞訪問 承認華府不會控制疫情 而是希望透過獲得疫苗和治療方法 應對感染病例急增 民主黨副總統參選人賀錦麗批評 彭斯又莫療確診 仍然是出拉票 沒有遵從疾控中心的指引 至於拜登星期日就沒有行程 他發聲明批評梅多斯的說法 顯示特朗普政府已經放棄控制疫情 放棄保護人民的基本職責 友善電視記者梁翠山報導